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或者回去看看其他方面 我們BC省的一些希望發展的項目 我會提到抗業方面 我們的天然氣 我們的國際教育和科技、旅遊和運輸方面 首先我們回到木材方面 其實還有些事情可以說 因為最近也是因為日本的市場 他們在兩年前因為海嘯 也都是摧毀了很多的基建、房屋 在未來怎樣重建方面 我們BC省也幫助他們 怎樣用木材 因為他們用木結構的防止 其實可以在防震 和其他方面比較建材 是好的 在未來我們也希望 本地發展木工業 已經有44個社區 城市說 我們應該在將來的建築方面 以木結構為優先 因為這件事 也幫助本地的產品推銷 另一方面來說 我們也改動了我們的建築法例 就是以前的木結構可以去到四層 我們已經把條例改了 所以在六層方面的木結構的建築 也都可以進行 當然裏面的條例 在建築箱方面來說 也都可以 有些項目應該加強 有些方面 建築的一個 就是結構方面 有些少少不同 和以前的 但是這個 也在成本方面 可以減低 因為六層的 公寓房 加上或者地層的一些商業 我想這個是一個 在經濟方面來說 是一個相當有效率的結構 我們也都希望 當然因為這些結構的改善 可以將成本降低 令到我們這些樓房更可以有負擔 可以比較入息少的人士 都可以負擔一個買樓 另一方面 我們其實對原住民也相當重視 因為原住民他們的機能 訓練 他們的生活 也都是一個省政府相當重視 是希望和他們先改善的 所以在木材方面 林木業來說 我們其實現在有15%的 林木業的開副產量 每一年是被原住民 在手裏面控制到 令到他們的生活 經濟可以改善 這些政策 其實在過去十幾年 十二年 我們是逐步的 他們更加在經濟發展裏面 可以享受到 BC省整體經濟發展的利益 但是不單是讓他們 可以更多權力 控制木材生產 其實在技能方面 我們也幫助他們 在教育 技能的訓練方面 令他們開採 木材方面的工人 也會增加很多的 說完林木業 其實這個礦業 我們也可以有一個報告 就是我們計劃 在未來這幾年 就會增長我們的 其實是未來13年 未來13年 到2015年 我們會增加到8個新的礦 以及有9個現在的礦 是要擴展的 這個計劃在18個月前提出 已經很大部分已經達標了 我們相信會有信心 在未來到2015年的時候 全部這些計劃已經可以落實 另外一方面來說 我們也是在改善 這個處理礦方面的申請 這個開採方面 是有一些政策的改動 令到更加迅速處理他們的要求 因為處理一些礦裡面的 很多條例是要經過政府的批准的 這個批准程序當中 有時是拖幾個月 現在我們的計劃 希望縮短到 在兩個月之內 60天之內 可以將這個抗公司的要求 可以在條例上 給他們有一個批准 相信這些處理程序 可以加強抗業的投資 其實這些政策 我們一直改進 但是以前也是在鼓勵抗業的 探陷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所以每年的探陷方面 在BC省的投資也增長很多 在去年之前 有一個紀錄 每年投資是4億6千萬 4億6千萬 來探陷 這個紀錄在2011年的時候建立起來 但是在去年 2012年我們再破這個紀錄 公司用在探陷BC省 這個抗方面的投資 已經增長了47% 去到6億8千萬 這個對於探陷礦的公司來說 這麼大的投資 也表示他們對BC省這個礦床 和這個政策有信心 所以這些對我們製造多些工作機會 也是相當重要的 因為這些所有的投資 都是需要人來做的 在機器、人力方面 都可以增長我們的國民所得 我想這些政策也是相當好 所以我們也有些條例是改動 令到更有效率的運作 當然我們不應該因為這些減的條例 影響到我們對衛生和安全 或者環境方面 因為這個採礦 而令到我們破壞到這方面的品質質